本地去年上半年 自愿申请老虎机房或网上投注禁令的人数大幅增加 同2022年下半年比较 增幅都超过50% 全国预防市赌理事会最新报告显示 去年上半年 共有17500多人自愿申请老虎机房的禁门令 跟2022年下半年的申请人数相比 增幅超过七成 申请禁止自己在网上投注的人显著增加 去年上半年 有14580人提出申请 比2022年下半年多了将近6000人 同个时期 自愿申请赌场禁门令的有185300多人 当中288080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当局指出 前年11月到去年10月间 共有300户家庭申请家属禁门令 同比增加68% 各种旅党内空间道liesadein 感谢观看